若二書第一章 耶和華的話臨到皮土耳的兒子若耳,老年人呀,當聽我的話,國中的居民呀,都要則耳而聽,在你們的日子,或你們列祖的日子,曾有這樣的時嗎? 你們要將這時傳與子,子傳與孫,孫傳與後代,剪從盛夏的黃蟲來吃,黃蟲盛夏的男子來吃,男子盛夏的馬詐來吃,酒醉的人呀,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呀,都要為甜酒哀嚎。 因為從你們的口中斷絕了,有一對黃蟲,原文作文,有強性,有無數,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齒如獅子的牙齒,大牙如武獅的大牙, 他毀壞我的葡萄樹,剝了我無花果樹的皮,剝盡而雕氣,使枝條老白。 我的文,你當哀嚎,將柱女腰觸麻布,為幼年的丈夫哀嚎,素制和電制從耶和華的殿中斷絕, 師父耶和華的祭師都悲哀,田荒良,地悲哀,因為五谷毀壞,新酒干潔,又也缺乏。 農夫,你不要慘愧,收你葡萄園的,你不要哀嚎,因為大牧小牧與田間的莊家都滅絕了。 葡萄樹枯乾,無花果樹,衰殘,石榴樹,棕樹,蘋果樹,連田野一切的樹木也都枯乾,眾人的喜樂盡到消滅。 祭師呀,你們當腰觸麻布痛哭,自後祭壇的呀,你們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呀,你們要來披上麻布過夜,因為素制和電制從你們神的殿中斷絕了。 你們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招聚長老和國中的一切居民,都要說你們神的殿,向要說哀求,愛在要說的日子臨近了。 這日來到,好將毀滅從全能者來到。 糧食不是在我們眼前斷絕了嗎?歡喜快樂不是從我們神的殿中止息了嗎? 糧食不是在土塊下扭爛,倉也荒涼,想也破壞,因為五谷枯乾了,生畜哀明,牛群混亂,因為無草,羊群也受了困苦。 耶和說,我向你求告,因為火消滅抗野的草場,火焰燒盡田野的樹木,田野的酒壽向你發喘,因為溪水乾闊,火也消滅抗野的草場。 有二書第二章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戰。 因為耶和說,那日子將到,已經臨近。那日是黑暗,幽明,密魂,烏魂的日子,好像神光鋪滿山領。 有一對黃蟲,原文作文,又大又強,從來沒有這樣的,以後直到萬代,也必沒有。 他們前面如火消滅,後面如火焰燒盡,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園,過去以後,成了荒涼的抗野,會有一樣能躲避他們的。 他們的形狀如馬,奔跑如馬兵。在山頂蠻跳的響聲,如車輛的響聲,又如火焰燒碎街的響聲,好像強盛的民擺陣如備打仗。 他們一來,眾民相動,鏈刀辨色。他們如勇士奔跑,將戰士爬城,角刀步行,不亂隊伍。彼此並不勇劑,向前各行其路,直闖兵器,不偏左右。 他們亂上城,穿上牆,爬上房屋,進入窗戶如同道賊。他們一來,地震天洞,日月昏暗,聲授無光。 耶和華在他軍旅前發聲,他的隊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強盛者,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謂,誰能當得起呢?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 你們要撕裂心腸,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風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或者他轉意後悔,樓下餘卜,就是樓下獻給耶和華你們神的數制和電制,也未可知。 你們要在食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聚集眾民,使惠眾自傑,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 使新郎出來動房,辛苦出來內室。 視貌耶和華的祭司,要在囊子和祭壇中間哭一說,耶和華,求你顧識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產業受羞辱。 列幫管轄他們,為何用列國的人說,他們的神在哪裏呢? 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連率他的百姓。 耶和華應允他的百姓說,我必賜給你們五谷,伸走和游,使你們飽足,我也不再使你們受列國的羞辱。 他要使北方來的軍隊遠離你們,將他們趕到乾旱荒廢之地,前隊趕入東海,後隊趕入西海,因為他們所行的大惡。 我原文作詩,臭氣常聲,聲味騰空。地土啊,不要懼怕,要歡喜快樂,因為耶和華行了大事。 田野的酒壽啊,不要懼怕,因為抗野的草發生,樹木結果,毛巴果樹,葡萄樹也都效力。 石安的文啊,你們要快樂,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因他賜給你們合而的秋雨,為你們降下金林,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 和長必滿了墨子,酒炸與油炸,必有新酒和油迎日。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蝗蟲、男子、馬炸、展蟲,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 你們必多吃,而得飽足,就讚美為你們行其妙事之如和華,你們神的名。 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致羞愧。 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間,又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在我以外並無別臣,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致羞愧。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驕冠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如然,你們的老年人要作兒夢,少年人要見兒像。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驕冠我的僕人和侍女。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其事,有血、有火、有煙柱。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謂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凡求高耶和華命的就必得救。 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 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 在盛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博爾書第三章 到那日,我始由大和耶路撒冷秘魯之人歸回的時候,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八谷,在那裡施行審判。 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又分取我的地土。 此為我的百姓念溝,將童子換妓女,賣童女賣酒渴,推羅西頓和非利是四景的人。 你們與我何干?你們要報復我嗎?若報復我,我必使報應速速歸到你們的頭上。 你們既然奪取我的金銀,又將我可愛的寶物帶入你們宮殿,劃作廟宗。 並將猶大人和耶路撒冷人,賣給希臘人,原文作雅元人,使他們遠離自己的境界。 我必激動他們離開你們所賣道之地,又必使報應歸到你們的頭上。 我必將你們的兒女賣在猶大人的手中,他們必賣給遠方士巴國的人。 這是耶和華說的,當在萬文中宣告說,要預備打仗,激動勇士,使一切戰士上前來。 要將泥頭打成刀劍,將簾刀打成鍋矛,軟弱的要說,我有勇力。 四圍的列國,你們要速速的來,一同罪責。 要我說,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臨。 萬文都當興起,上到約沙發谷,因為我必坐在那裡。 審判四圍的列國,開連罷,因為莊家熟了。 淺答罷,因為酒詐滿了。 酒池迎日。 他們的罪惡甚大。 許多許多的人在斷定谷,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斷定谷。 日月昏暗,聖授無光。 耶和華必從錫安敲叫,從耶路撒冷發聲,天地就震動。 耶和華卻要作他百姓的避難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且又住在錫安我的聖山。 那時,耶路撒冷必成為聖,外邦人不再從其中經過。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 由大溪河都有水流。 必有泉源從耶和華的殿鐘流出來。 滋潤十亭谷。 埃及必然荒涼。 以東變為淒涼的曠野。 都因向由大人所行的強暴。 又因在本地流無孤人的血。 但由大必傳到永遠。 耶路撒冷必傳到萬代。 我未曾報復,或作洗脫下童。 流血的罪。 現在我要報復,因為耶和華住在錫安。 喝得這麼多十。 是你的腳忍子到有一天。 你會把白馬和麻雞拉址燥。